開隊幫忙 大家好 我是你老爹 這個我們在機油的使用上有很多PayPal 那我曾經遇過很多網友跑來問說 老爹 我的車呢 原廠給我家的機油耗數是比如說530 那但是呢我覺得原廠機油呢 可能沒有我想像中那麼好用 或者是我希望用更好的機油來餵養我的引擎 但是呢我換了別牌 而且是有品牌的喔 同樣是530 但是呢它沒有符合原廠的認證規範 請問梅大哥 這樣子的使用機油的情形可不可以 這個部分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首先排除掉你買的機油 不是來路不明 不是那種自創品牌 不是那種看得到網站 但是直接殺到口外去 什麼地方都沒有 那同樣比如說這部車 你的車是限定530 原廠建議值 對 你去買一個另外一個牌子的530來用是OK的 對 因為不見得每一家油公司它這個品牌 它都會把這個油送到這個車廠去認證 去認證 對 但是有的時候你要去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說 你的車是不是有什麼特別的規範 對 比如說我現在要530 可是我可能需要一個我車廠認證 特別的認證的530 是基於我的引擎設計上我需要怎麼樣 否則其實我們用商業角度來看 大量生產的東西其實包裝是越統一越好 對 我不需要去搞那麼多 因為包含經銷商代理商庫存一大堆 對 所以它會這樣分一定有它的道理 對 那我們後來有直接去拿它原廠的那些database出來看 對 確實沒有說兩種機油它是有不同的設定 所以它才會去分說我這一瓶給VAG 這一瓶給雙B使用 OK 那這樣就是說如果 我真的我很喜歡用這個機油 我用起來感覺也不錯 但是它沒有原廠的規範 請問這樣長期使用來看 就是正常的大型車廠 對 它的認證機油 一般來說不會只有一種 不會只有一種 比如說像BMW來講 你現在去調它的原廠的技術資訊裡面 LL04有認證的 那個機油二三十種 有二三十種 我相信應該二三十種 你可以從裡面去挑到 你喜歡的 對 理論上是這樣 那你說它就是真的沒有了 它就是某廠商特調 對 一般來講如果說像是 你是開像Mpower那種高性能車 對 我們一直講高性能車就是 它這種引擎轉速可能是非常高的 非常高的 這樣的引擎 我都不建議你隨便亂用 因為它的引擎效能那麼好 其實某種程度它很脆弱 對 這樣的引擎 比一般的引擎要脆弱很多 所以你一定要給它 符合它原始設計的東西 才會比較安全 比較好 那你說一般的引擎 你說我們回到 你說我們開日系車 對 那我現在就是原廠說530 那我現在就是找了一瓶 是530 但沒有原廠認證 對 如果這個品牌它所出來的產品是可靠 對 基本上應該不會有太大的問題 OK 但是一個情況就是說 機油這樣的東西 其實它能夠產生的後遺症 對 往往除了像Mpower那種引擎以外 可能很立即就發現 對 或者往往都要需要時間 你可以看你這次用的這個品牌的機油 對 到保養的時候 機油蓋打開 甚至於你剛好換搖壁蓋墊片 搖壁蓋整個掀起來 你看它裡面的油泥狀態 你的凸輪軸 你的氣門 頂桿 什麼這些東西 它的金屬顏色 其實都可以判定 你這個機油狀況好不好 啊 那甚至於說 有些人比較熱血 我有機油壓力表 是 我有機油溫度表 對 你可以透過這些表 來看你現在用的那支機油 它的performance好不好 好不好 它的衰退 到底是 我能撐5000 還是撐10000 還是我2000公里 其實它就下課 OK 這些表可以給你很客觀的數據 OK 所以還是多做一點功課 對你的引擎機油使用規範 如果可以多一點了解呢 你下次選機油的時候 就可以多一分保障 也可以知道說 這個機油到底適不適合我的車 好 開車棒棒棒棒棒 我是演藝老店 我們下次見拜拜